打完疫苗后双脚莫名出现红疹水肿 诊断证明血下是败血症 疑似接种疫苗导致Miss A 受害者陈先生打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 申请救济却迟迟没消息 他在去年十月接种第一剂BNT 三天后四肢水肿起红点发烧就医 两个多礼拜后出院 十一月底向北市卫生局申请疫苗受害救济 今年一月医疗测进会发函表示已受理 但到现在登入一查资料还在检核中 到现在大概将近快十个月 我的受害救济目前都还没有结果 疫苗受害救济审议超慢 目前累计通报不良反应 共计有两万零四百五十六件 若每个月审查五十件 竟然要花三十四年才审得完 蓝军质疑对案件审查判定太刁难 审议的933 真正有关系的只有四十二件 占百分之四点五 非常可恶 刻意刁难 三十四年之后 恐怕蔡英文都是百岁人类 陈时中是一百零二岁 人民等得到真相吗 现在要民众自己举证 让疫苗救济更为困难 给高端EUA就火速过关 赔偿百姓就拖个大半年 蓝军痛骂蔡政府处处在位 不知道保护力有多少的高端护航 高端EUA快速的核准 包括高端内线交易 金管会移送六次 到现在也没有查办 保护效益报告也还没有对外说明 一再坦入高端 但是对一般民众的权益 却是能谁对待 政府鼓励百姓打第四剂 但对疫苗受害救济却冷处理 叫百姓如何安心接种下去 记者零星线两海 姚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 中市的YouTube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